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明星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曾在一档节目里,华晨宇醉酒后竟然要求和许晴睡在一起,两人之后的举动也十分亲密。 不少网友表示,相差二十多岁的人还能这么毫不避讳地玩暧昧,也是有过大胆的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,谁能够拒绝五十多岁却依旧风月有存的性感女人许晴呢? 不论是大老爷们还是鲜肉,最终都会败倒在姐姐的石榴裙下,更何况这是有着人间有物之称的许晴呢? 近期,他们二人之间的这一段旧恋情的曝光,引发了轩然大波,成为类娱乐圈最热议的话题。 许晴,年过五十,却依旧风姿翩翩,保持着令人羡慕的苗条身材和绝佳的气质,她的美丽与优雅令人惊叹。 无论是小鲜肉还是老富豪,都对这样的女性难以抗拒,她的出现总能吸引无数仰慕者,为之倾倒。 许晴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展现高贵和神秘的形象,而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更是毫不拘束,散发着少女般的活泡与俏皮。 而华晨宇,一个才刚登上舞台的年轻歌手,风头正进,人气节节拍升,她的音乐才华和个性魅力深受粉丝喜爱,然而,她的恋情确实意想不到的。 他们二人的初次相遇,是在一档名叫《花儿与少年的综艺节目》中相遇的,那时的华晨宇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清纯少年,才华横溢。 当时,华晨宇在许晴面前显得略显拘谨,甚至有些不知所措。 许晴看到比自己小的弟弟则主动打招呼,展现出大姐姐般的亲切。 华晨宇这位小年轻的慌张与许晴的温暖形成鲜明对比,让人忍俊不惊。 然而,就是在这个看似普通的综艺节目里,两人之间的火花迅速碰撞。 他们开始频繁地互动,笑声和调侃成为了他们之间最美的交流。 华晨宇的羞涩逐渐融化,两人之间的默契和亲密度愈发增加。 不仅如此,华晨宇还在节目中不经意地透露出他对许晴的倾慕。 当被问及理想型时,他毫不犹豫地说许晴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型。 这一表白令人动容,也让许多人意识到这段恋情的不同寻常。 然而,两人的亲密互动并非止步于节目录制。 有一次,在酒精的作用下,华晨宇坚持要让许晴照顾自己,甚至希望和他睡在同一房间。 尽管身旁的人纷纷劝阻,提醒他们这样的亲密可能会引发负面猜测,但许晴并不在意,他依旧大方地表达自己的喜欢和关心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人之间的情感愈发深厚,许晴在华晨宇心中似乎是一位亲人。 他在节目中坦诚自己在许晴身上感受到了母爱和依靠,这种特殊的情感链接让两人的感情越发升华。 然而,对于两人的关系,外界众说分吟。 有些人对于这段跨越年龄的恋情表示不解和不满,质疑两人是否适合在一起,但也有许多人对于这份爱情表示祝福和支持,认为爱情是不受年龄约束的。 然而,在节目播出后,一些细心的观众却发现了一些奇怪之处,他们发现在华晨宇与许晴相见的那一刻,两人眼神之间似乎交汇了一瞬间,仿佛有着什么难以言说的暗示。 这些细节引发了一些猜测和推测,有人认为两人在节目录制前就已经认识,他们之间的相遇只是为了炒作恋情,还有人怀疑他们是否有着更深的交情,或许是在娱乐圈中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媒体也对这对神秘的恋人展开了深入的调查,他们发现两人的经纪人团队似乎有些奇怪的举动,试图掩盖两人之间的某些细节。 而许晴和华晨宇在公开场合中对于恋情问题也始终闪烁其次,避免明确回答,增加了更多的谜团。 所有这一切,都让许晴和华晨宇的恋情显得异常扑朔迷离。 在热议的同时,也有人质疑这是否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,两人只是为了提高曝光度而装出这样的恋情。 与张凯莉的劝阻不同,刘涛直接戳穿了许晴和华晨宇的关系。 而华晨宇也毫不掩饰自己对许晴的喜欢,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她表达爱意,甚至有要和许晴睡在一起的冲动。 这让许多人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否超越友谊充满了好奇。 对于许晴来说,过往的感情经历曾经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,也是她成长的一笔宝贵财富。 曾经,她与陈凯歌导演、王指纹等有过不同的感情经历,这些感情的起伏和教训,塑造了她独立自信的性格和坚强的内心。 与陈凯歌导演的感情让许晴受伤过,但她从中学会了珍惜自己和生活。 而与王指纹的恋情则让她感受到了年轻时的激情和爱情的美好。 然而,这些感情也都以分手而告终,让许晴对于感情更加谨慎和理性。 在参加《花儿语》少年之前,许晴对于娱乐圈中的恋爱并不抱有太多期待。 她曾经表示过,她对于圈内人的恋爱已经失望过一次,也不愿意再次走入同样的误区。 因此,她一度决定不再与圈内人恋爱,而在与华晨宇的相遇之后, 她对于感情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 而华晨宇也不例外,她曾有过和张碧晨等人的感情经历。 她的恋情并没有隐藏,公开承认和张碧晨的关系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人的感情也走向了分手。 对于华晨宇来说,这段感情让她明白了成熟和坦诚的重要性。 与许晴的相遇改变了华晨宇对于感情的看法。 在许晴身上,她找到了母爱和温暖,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感觉,与她相处, 她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心声,感受到了真正的理解和陪伴。 两人在一起不仅是年龄的碰撞,更是心灵的交融。 在过往感情的反思中,他们都明白了彼此在对方生命中的独特地位。 他们都曾有过自己的感情历程,但他们选择相信眼前的感情, 用真心和付出去经营这段特殊的感情。 在传统的爱情观念中,年龄和社会地位常常被认为是爱情的治愈因素, 年龄相差较大的恋情常常会被质疑是否长久。 明星与普通人之间的感情也往往备受舆论关注。 然而,许晴和华晨宇的恋情告诉我们, 爱情是无拘无束的,不应该受到这些表面的限制。 对于许晴来说,年过五旬的她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成熟魅力, 她的优雅和风采令人为之倾倒。 而华晨宇则是娱乐圈中备受喜爱的青年歌手, 她的才华和激情让人不得不为之赞叹, 两人看似身份悬殊, 但在爱情面前,这些都不再重要。 许晴和华晨宇的恋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, 同时也收获了许多人的祝福和支持。 我们看到他们所受到的祝福与期待,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展望。 不仅是粉丝, 许多娱乐圈的同行也纷纷送上祝福, 导演、演员、歌手等行业的好友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为他们送上祝福的话语, 表示对于这对特殊恋人的美好祝愿。 在祝福和期待中, 许晴和华晨宇的感情也在不断升华, 他们明白, 感情的成长需要时间和耐心, 而祝福和支持也是他们坚持爱情的力量源泉。 爱情无拘一格, 正如许晴和华晨宇的恋情一样,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行动相识人证明, 爱情不应受到任何束缚, 只要真心相爱, 就可以拥有幸福的未来。 在这里, 我们看到了许晴和华晨宇所受到的祝福与期待, 他们的感情在众人的关注下不断升温, 也给了更多人勇气和信心去追求真爱, 愿他们的爱情之路越走越远, 共创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, 敬请关注哦! 感谢观看